一星期一本书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结婚后你和另一半是怎么睡觉的 似乎将拥抱 讲述一天的去世入睡 还是各玩各的手机 无聊后沉沉睡去 曾有人说 看一个婚姻是好是坏 就看夫妻两人怎么睡觉 据科学研究证明 那些在睡觉时会互相拥抱的夫妻 婚姻幸福度高达94% 而那些睡觉前互不搭理 距离较远的夫妻 婚姻的幸福度只有68% 一日三餐两人四季 一个男人怎么爱你 就会怎么睡你 若一个男人在睡觉前 连和你倾诉的欲望都没有 那他绝不是真的爱你 有时候 我们说的分居 并不简简单单指的分床睡 而是两个人 对婚姻和情感的疏离 分床睡的夫妻 明明是两个人的婚姻 却过出了一个人的孤单 甚至比一个人的时候更孤独 明明应该是最亲密的人 但除了那张结婚证 好像再也没有了什么联系 成年人不像小孩子 会生气地质问 成年人总是懂事地互相疏远 很多时候 我们都认为感情结束 就应该是四心裂肺的争吵 殊不知 没有感情的冷淡 才是伤人的开始 留言里有人说 什么样的话最伤人 无非就是日常的一句 你先睡吧 冰冷又疏离 让滚烫激动的内心 瞬间冰凉 真正爱你的人 不会留给你一个冷漠的背影 和一句无所谓的你先睡吧 当两个人不再交流 不再沟通 该如何向着美好的未来 一起前行呢 婚姻若是有一番不懂的真心 那便面临消亡 爱是习惯 让人无法割舍 你习惯了睡前和他聊聊天 你习惯了被他拥抱着入眠 你习惯了每天睁开眼 看到的都是他 要用多大的缘分 才能修来今生的共振 婚姻是什么 就是看到对方优点 更能包容对方的缺点 互相忍让 才能过得更幸福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睡觉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每天的早晚安 都只给独一无二的他 每天睁开眼 都能看到你最喜欢的容颜 一个人睡觉是休息 两个人睡觉就是入眠 当你习惯了陪伴 若有一天没有了对方 你会睡得不踏实 三毛说过 爱情很美好 但若是不落实到生活的 点滴中去 是不能长久的 爱情落实到婚姻中 不就是每日三餐 互相拥抱吗 你有没有嫁对人 看看镜子中的自己 就知道 若你越来越漂亮 那你便选对了人 若你越来越沧桑 那这个难的便不适合你 缘分奇妙 人生漫长 能遇到一个 互相拥抱睡觉的人 该有多难呀 所以 要珍惜身边那位 对你不离不弃的人 如今社会 睡一觉很容易 但遇到一个 愿意和你睡一辈子的人 不容易 只有他在 你才能心安 晚上睡觉前 别忙着玩手机 多看看身边的人 多和他聊聊 这一天的心情 早上睁眼后 别忙着起床 多拥抱一下身边人 和他说一声早安 多花些时间 在你们的生活中 婚姻才会更幸福 余生不长 愿每个人 都能睡出好的婚姻 愿陪伴你的 永远是最适合你的良人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我是周周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祝大家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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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咯 原则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